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做的塔皮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发酵奶油 它原本很好的一个风味之外 你也可以吃得到它豆子该有的那个香气 然后也不会过硬这样子 小姐 我还想推荐你这个 夏威夷豆前亭堡 它是用伊朗的椰枣做的 非常好吃哦 请尝尝看看 好哦 豆子很大颗耶 真的 我们就是用4L的夏威夷豆去做的 很好吃哦 好吃对不对 好吃 一吃就知道食材的好 老板店内招牌煎过塔可是获得不少奖项 另外还有南枣核桃糕 文山包种茶Q饼 手工饼干也都是各项比赛的佼佼者 那我们的特色呢是我们是使用那个发酵奶油 跟以大部分的海藻糖来取代砂糖 制作的一个坚果塔 那吃起来的塔皮呢酥乎香脆 另外呢我们在煮焦糖的时候呢 没有把那个糖浆呢过度的焦糖化 可以让这整个坚果塔呢 吃起来呢可以吃得到那个发酵奶油的香气 跟那个豆子原本的香气 那另外一个我们的招牌呢 是我们的一个大蒜黑胡椒口味的一个 夏威夷坚果塔 那这个是我们每年三月的时候 都会到云林去跟那个大蒜农呢 去买那个新鲜的大蒜 然后再把它冷冻起来 冷冻储存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蒜呢 它的香气跟辣度是比较足的 那我们这个原味夏威夷坚果塔呢 在2022年也拿到了 那个台湾高饼高饼工会呢 举办的一个比赛 那拿到了金子奖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这个南枣核桃糕里面呢 展现满满的诚意 非常非常多的核桃在里面 那这也是我们用那个纯枣泥浆跟枣泥线去 师傅去炒制的 它光是炒一锅糖就大概要炒一个多小时 所以是真的是慢工出细火 那这个南枣核桃糕呢 它吃起来风味呢略带点微酸 那可以吃得到核桃的一个香气 跟口感在里面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2023年拿到台湾百大高饼办寿里的金子奖 也是非常热效的一个品项这样 茶Q饼 我们结合了那个文山的那个包种茶 跟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那个树香松 那这一款饼呢 也在今年呢 我们拿到那个农粮署举办的红豆竞赛 拿到了全国季军这个这个奖项 那它吃起来的饼皮会带有一点那个文山包种茶的香气 那这一款是素食者也能够吃的一个产品 点心不仅好吃 中于天然 且包装也十分亮眼 常有老顾客送礼 芈月都指定他们家 走进店面也可以感受到品牌的用心 那我们家的煎锅塔呢 有非常多的客人喜欢 特别深受的是那个上班 上班族的OL 有了或者是说你出国要送给客人 可是不知道送什么呢 他们就会特地来我们店 带这个煎锅塔去送给国外的客户 那都获得一致的好评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也蛮多客人喜欢送我们家的煎锅塔 当做他们的一个年节伴手礼 那红豆麻糬奶油饼呢 它是使用那个巴斯克蛋糕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里面一样是包着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麻糬还有芝麻在里面 这一款呢 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小孩呢 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甜点 果香奶油饼 那它的一个美味的关键就在于 这个果馅呢 是我们师傅自己熬煮的 那我们使用了大量的苹果跟凤梨 还有百香果 还有柠檬跟橙皮在里面 所以你吃到的时候呢 会吃得到苹果的一个果馅 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 会有百香果的籽子在里面 那口感也蛮特殊的 那喜欢酸酸甜甜的那个女性朋友呢 她特别喜欢这一款果香奶油饼 师傅讲究选料与功法 从塔皮到馅料 严选食材精心制作 见过它口感酥脆极佳 一口咬下甜而不腻 每一口都是满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壮元郎刘建平被封为湖广暗茶室 得知自己未来大舅盐白居 犯下杀人罪行 设宴劝导却被推入湖中 心中满是懊悔 决定甘冒取判欺君罪名 再次升堂审判 取判季被收入为歌仔戏的教科戏 32年前演出时获得热烈回响 由国家文艺奖得主唐美云 与人间国宝小咪老师 饰演两大要角 如今重新搬上舞台 上半场由小咪饰演岩白居 下半场由唐美云饰演刘建平 手把手将角色精华 传承给中清代演员 这个是当时的经典好戏 而且在当时呢 其实很少有剧团在演出观场戏 所以以河路而言呢 他们其实当时最擅长的就是观场戏 所以当时推出的时候非常非常轰动 事隔这么久了 其实这出戏虽然没有人后续在演出 可是呢 其实他的传承没有停止过 就是比如说有在学校当成教材 再传给学生 教学生 那再来就是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时刻 因为我们剧团呢 其实每一年都推出新戏 而且每一年的故事都是原创故事 那对于我们而言呢 我们还有在做传承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年轻人 他们可以参与演到以前的经典好戏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曲叛季是一出很好的题材 很适合他们来传承这出戏 所以呢 特别感谢米姐 她这次跟我 我们两个人一起联手 就是我们各自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来带着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其实米姐在上次的原版的曲叛季呢 三十多年前她演的是渔夫 她演的是这个角色 然后后来呢 米姐也有演过我这个角色 那这次呢 她更是很大的挑战 她演的是一个大坏人 对 也不是大坏人 就看似反派 可是其实就是很有人性 跟着个性走的角色 所以对米姐而言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期待更多观众朋友们可以走进剧场 来感受曲叛季当年的魅力 为什么那么样的轰动 那经过这么久了 我们再度重制这出戏呢 为了符合现代观众看戏的习惯 我们其实有把她脚步加快了 就是让她更精彩 更精凑 对 所以看过的观众朋友 既会有熟悉感 又会觉得很新鲜 这回三十多年了 还在演 感觉很有挑战性 很有内心的那个挑战 真的说明了就是坏人就对了啦 不过很有戏份 很重 责任很大 要传承给那个下一辈的学生 这是我们的责任 毕竟是老师也比较生 都是要怎么办 怎么办 工夫要办给他们 这样就传承 曲叛季由唐美云歌仔戏团 五代演员共同演出 唐美云老师表示 创新不易 但演出经典压力更大 除了在现代剧场技术 与神光科技的辅助下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关系体验 更希望透过演出经典剧目 让演员们挑战自我 挑战性很大 刚刚老师有讲到这个是 以前就是在学校的题材 对 所以这不只是单单是老生的一个磨练老生的所有的唱腔或身段的一出好戏 老师教了我很多一些坏人要有的情绪 然后因为又是被宠坏的孩子 所以又内心也是蛮煎熬的 其实他也没有到非常坏 只是不想做错事 对 因为翘的演出就是他是没当过坏人 然后我是没生过小孩 对 然后要饰演一个很宠爱小孩的母亲 然后他做错事了 其实我们私底下已经帮他暗扛了很多事情 但是因为这一出戏 就是里面刚好有讲到老师的角色 就是自己的亲人之间 然后就是已经是做了很霉天良的事情 对 所以不得不就是放手这样 那因为老师说是就是传统戏 所以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唱段 就是也是老师说给我们的压力 就是要把传统调要唱好 对 内心很多的感动 不行这样讲 就是其实老师在学校教我们的时候 就是也是手把手带着我们 可是那时候我们很年轻 那现在当然经过了一些人生的历练 比较不一样 再次老师又手把手带我们 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很重大 真的 所以很感恩老师 不管是创新或传统 一直以来都带着我们 他从来没有 其实我也说看老师们演戏 因为年轻人很容易突然就放弃 可是我常常看老师们的背影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 不算什么 真的 所以就会一直很想跟着老师的脚步 一直往前走 然后也很谢谢老师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再展现传统戏曲 不只只有创新的 然后传统的部分其实是真的很磨细 越是经典 越是传统 越是困难 我等于是打掉重练 虽然说我们以前都学过 大概都熟悉 可是真的精髓这种东西 在老师的身上 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挖出来 取救人心 叛骨渐精 取叛季将于12月1号到12月3号 一连三天在城市舞台演出 邀请戏迷们一同感受老戏传承 历久弥新的眷有风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田园城市截至112年10月底 田园基地处数已达739处 更座面积已达20万3000多平方公尺 包含快乐农园 小田园绿屋顶及市民农园 累计更座人数已达42万多人 成果斐然 市府特别举办成果竞赛 表扬获奖团体及快乐园丁们 今天很高兴是我们田园城市成果竞赛的颁奖 非常高兴在我们台北市都会区 能够有这么多的伙伴 参与我们田园城市的计划 那今天特别要借由颁奖典礼 给予大家极大的肯定 我想大家的付出永无共睹 刚刚黄大舟市长在我旁边 也一再的叮咛我 他说我没有完成的事 你要帮我完成 黄大舟市长 他是我非常钦佩的前辈 我想大家不管是对于大安森林公园 当时也是在黄大舟市长努力的推动 非常辛苦承受极大压力 让现在我们大家才能享受 还有中华商场的签建 以及基隆河的结婚巨制等等 当时黄大舟市长 在他任内也积极的 推动捷御的新建 六建齐发 也才能让大家我们现在享受 捷御的便利 然后田园城市这个计划 也是黄大舟市长非常重视 所以刚刚一直提醒我 他说万安台北市的绿化 一定要大力的推动 我跟黄大舟市长说 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想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伙伴 大家一起参与田园城市 我想这不只是在都会区 我们透过所有伙伴的努力 让原本闲置荒芜的空间 变成非常的繁盛 台北是目前有740处的田园基地 而且很多市民朋友都成为快乐的园地 其实不只台北 其实国际主要的城市 现在也都在大力的推动 在摩天大楼旁就有空地 在水泥的丛林规划 让農耕融入生活 其实它不只是在城市里面种彩 它更重要的是补充我们的绿地系统 而且强化我们任性城市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颁奖的 有针对邻里 有学校 有企业 还有很多我们参与的伙伴 我想在这边由衷地表达感谢之外 更重要 我们也希望持续地推动 我们田园城市2.0的计划 我对绿化美化 很重视美少的 那我今天 不要讲太多话 有几点 希望能够 市政府 那我在座各位 任何加强到 台北市 要成为 美化的 農業城市 这个观念 那我现在看到 那地面上 大家都有 兜兜消息 影响台北市生态的是 建筑土 更勇退 希望 我刚才给市长报告公 以后所有的建筑的申请 都要把 皇室 建筑的窗口 阳台 屋顶 屋顶 铝楼墙 去旋悬櫥 怎么设计 都要列出来 大安区大学里 吴佩玄里长 就在里区物理学陣旁 争取田园 邀请专家 教导跟座 成果封硕 我们努力做 上天一定会看到 公园路灯管理处 还有西流基金会 还有我们大学里的 顾问 张玉生教授 他也没有偏袒我们 也没给我们特有 还有西流基金会 就来教导我们 怎么让大学田园 跟校园合起来 变这么赞 好 我们很努力的学习 记得三年前 疫情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都不敢出来 有片绿地 我就把它种成 许多的属葵花 属葵花要 用工地 然后要种下 第一株属葵花 我给它取了名字 叫拔得头筹 第二名叫不落人后 第三名你叫什么 集体直追 所有的民众走出户外 它就会一起看 到底接下来哪一颗 会先开花 里长就是用这种 让民众健康提升免疫力 来做好我们的防疫 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 你有听到吗 1909年 我们的补助款又升起了 继续在升起 我们就在想 如果我们有一块地 这块地呢 能够种出来 给我们的丁收独居 可以长着吃 那多好啊 遍地都开花 哇 我们真的达成了 田园城市不单是种植与收成 也连接社区感情 拉近自然与人的生活距离 更可以结合学校课程 教授食农教育 也朝向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持续发展 民众更可以在投身田园时 疗愈身心 并将产出的蔬果 与林里弱势族群分享 为自己及他人创造更多珍贵回忆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 现在有请 现代人压力大 容易让精神疾病找上门 加上社会上 仍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让患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其实藉由职能治疗师 社工 护理师及心理师等专业照护 可以协助症状稳定的病友 增进独立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 进而在社区中自力生活 我们为了让这些精神病友 能够及早进入社会 社区生活自立自主的情况之下 除了家属以及同才的协助之外 其实我们有设置精神附建机构 精神附建机构在社区中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能够协助他们 病友在不管是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的部分的重建 有很大的一些陪伴以及协助 因为在精神附建机构里面 其实都聘有一些职能治疗师 心理师、护理师以及社工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 协助他们在不管是能力 以及自信性的建立上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的工作坊主要是给予一些 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 附建潜能的慢性精神的病友 可以来这边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安排 或者是职能治疗 那我们也有透过不一样的专业 比如说像护理师 然后凝床心理师 还有一些我们的比较专业的人员 专管人员 那我们会协助一些慢性的精神 并有协助他们走在护原的这条路上 那我们同时呢 也会 我们长期以来有跟卫生局有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也会带领学员们去参加一些运动会 比如说青鸟杯、凤凰杯 甚至说有一些康复自由的协会 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参加 让学员可以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下社会 那让他可以在旁回社区的路上中 发现时候不是只有他自己要护原 其实有很多人帮助他这样子 联合医院新湖职能工作方主要服务对象 是精神疾病患者 学员郑先生19岁那年 罹患精神疾病放弃了原本的人生目标 七年前进到新湖方 在复健治疗中接触琉璃化 对艺术产生兴趣 病情也获得改善 19岁的时候因为过不了情关 然后罹患了精神疾病 然后因为那时候服药在副作用很强大的状况下 在22岁完成了113公里的半成田三项以后 就放弃了那个梦想 然后其实精神疾病意思是 我们早工做一个难以其次的问题这样 然后那时候其实由于服药而副作用 就身材常常走样 然后眼神呆滞 然后缓慢的思考 就这样子在黑暗中度过了大概十年 中间也反反瀑布经历了大概六七次的住院这样 然后直到2015年 就是大概七八年前 那时候就是在回诊的路上遇到 就是当时一起住院的病友 他父母要带他参观新湖职能工作坊 那时候就碰巧遇到我 然后就介绍我一起过来这样 那时候就是 我琉璃化是由林博勋老师指导 他那时候有跟我分享一句话 就是如果找到生活的重心 生命会很不一样 对然后其实也就找到一个生活的重心 然后其实在生命中因为迷惘 因为在生病的当下都是六神无足的状态 其实也经历很多种信仰 但是我后来发觉每种信仰都很美好 都是生命中的养分 就是琉璃化是一个复健活动 是由林博勋老师指导 是由回收的玻璃瓶 打磨染色而成 然后我先分享这幅画 这幅画就是暗夜幻素师 其实我在这个附近历程感受到 就是说 其实 回忆就是一开始是有情感受 后来我发觉就是 其实只要那个思念的心 没有断线的话 其实这个思念这个爱 就会一直延续 然后在此有个理念想要分享 就是过去是由过去的过去所形成 已经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的行为在未来讲 就是回忆 所以从现在开始制造美好的回忆 在未来不经意的想起现在 就在满事美好 而且回忆不只能回忆一次 可以回忆无数次 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永恒 然后这幅画就是 我在第一次参加凤凰杯运动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在附近的历程上 就是一个人是孤独的人 但是我很有荣幸加入了 心无坊这个大家庭 因为大家一起鼓励 就不再感到孤独 然后也因为那个 復元的那个福建的运动会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生命有一个 就是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预赛的 100公尺的 那个预赛中 就是忽然想起 为我加油的欢呼声这样 那时候我感到就是说 这生命活得很值得 就是感觉有活过 就是也希望能借由 这幅画作 来将这个感觉 分享给大家 卫生局呼吁 慢性精神病友 除了亲友及同财的关怀陪伴 也需要更完善的社区支持 期待社会更多的接纳 包容与关怀 让患者迈向复原之路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公司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小朋友学习科学环境保育知识 边学边玩 丰富的科学展览 包含科学实验秀 工作坊和互动演出等 让孩子深入认识基础科学的发展 同时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想像力 亲身体验科学魅力 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就是 亲近科学爱好科学 就是真正的了解科学教育 因为已经不是以前我们学科里面 我们可能会讨厌背诵 背理化公式 或者是数学背公式什么的 我们希望是用一个 就是让最接近生活的方式 然后用有趣好玩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科学好好玩 重新就是可以喜欢上科学 那我们也引进了所有最新的 然后最多的研究到我们科教管来 就是希望大家说 通过这一次之后 能够回去去联系到自己 课堂上的学习 然后重新喜欢上科学教育 台湾科学节今年迈入第四届 参展商主年增加 探位约有160摊盛矿空前 透过新奇又有趣的 动手探究 掩饰及体验方式 启发全民对科学的兴趣 与好奇心 我们今年总共有五大区分别是 第一区是多元学习 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 不完全是科学类 例如说艺术教育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 他们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我们也带来这边推广 那另外第一区 我们则是讲有序环境 主要是对于就是 环境保护有关的议题 我们都把它囊刮到这边来 那C区则是科学科技 我们找的是大专院校 以及国科会 科教十座学门 二十几座学校 他们一起来展示 他们最新的研究 这样子 还有第一区我们是 Steam 也就是跨领域的学习 那这边有一些是 学校的老师 他们有带学生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跟科学玩具有关的公司 他们也有来这边摆摊 就是希望把一些新的东西 推传给大家 那最后还有医区是全民园教 我们今年有跟 东区籍专科的 这个原住民资源中心合作 那他们也会带来 二十一所的这个学校 他们都有来摆摊 展示他们最新的这些 就是传统艺术这样子 其实科教館独有的 就在科学节的第二周的礼拜五 我们设为一个是校园日 就是希望说 欸 这么多的摊位 我们不要是只有 期待六日的时候 请家长带过来 我们礼拜五的话 学校 我们希望学校 能够带整团学生过来 所以我们其实有 发文到各个学校去 但我们发文到 其实是北北基讨 就是让他们今天 能够来我们科教館 免费参观 对 所以今天是校园团体 我们管都是常常免费 然后外面的摊位 也是免费这样子 教育部推动 台湾科学节 希望科学普及化 让学习科学 及运用科学 成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学习科学 也可以变得 轻松愉快 记者问君 台北报导 浸泡茶叶 倒入茶杯 一股清甜风味 扑鼻而来 再喝上一口 胃肝带蜜香 完全没有苦涩味 欢迎来干燥泡 这是茶农李江源 在南投渔池 陆浩附近山区 发现的变异种茶叶 所泡出来的好味道 他在民国90年 发现这株 美丽的茶树 连年尝试制茶 一种植株 呈现四季风味 没有这个 煮方液 喝起来 带有那个 蜂蜜蜜蜜香的味道 很润和 它不会瘦 所以泡茶的话 茶水很多 可以泡七泡 平常的话 烏龙茶 或是18号的茶 只能泡三泡 这个我可以泡七泡 李江源将这种茶叶 取名为紫黄玉 叶面布满达摩蓝线液 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专家说 这样的变异种 实属难得 李江源也没有大量 种植量产 因此茶叶珍贵 供不应求 大部分的山茶 在野外的正常状况 都是绿色的 都不同的绿色 那但是像这种 斑叶的变异株 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需要 偶尔它才会 大概几万分之一的 几率会发生这种变异 我爸爸后来才 要种茶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 我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这些糖红茶 超多人在种 那我觉得我们 离不开 可能变成后期之秀 所以后来我公公 跟我说没有 我们家茶不一样 我说好 那我回去喝喝看 对 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 我公公就泡给我喝 那他也拿 就是当地 就是比较多人种的红茶 一起泡给我喝 那我 我那时候喝的时候 真的有惊艳了一下 对 就觉得 真的就是跟我平常 在喝到的红茶 不太一样 对 而且它真的就是 酒泡不深 不像说我们平常 泡红茶要 趕快把茶汤沥起来 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觉得 还蛮特别的 他们说我这个茶叶是变色 每一季都不同的颜色 春天绿色 夏天紫白 秋天主黄 冬天就变什么 好像黄金那样 都金黄色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茶味也是不一样 它有熔岩味道 还有什么蜜香 都有 他们就叫我一直推广下去 世逢科教馆 台湾科学节展览 李江源也北上来推广 让他研制了十几年的紫黄浴茶 让台北市民也能喝上 这样独具在地特色的好滋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 教育局长汤志明 与日新国小小朋友 排排座 用AI小帮手进行问答 蒋万安的妙问 引来师生们哄堂大笑 老师 我的问题是 是 每天学校功课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 如果AI小帮手回答 学生们 我明白你们压力很大 每天有许多功课需要完成 但你们要知道 功课是帮助你们 拱布课堂所学的重要方式 不过 我们也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适当的休息和娱乐时间 也是必不可少的 蒋万安表示 AI导入教育是六都首创 教育局今年运用AI技术 让库克云有突破性的进步 台北市将持续培养 学生正确的资讯观念与素养 利用科技推动教育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骄傲 感动的时刻 因为我们台北市正式 让AI导入了教育 我们库AI系统正式上线 我想大家看到 刚刚陈校友的介绍 我觉得非常令人惊艳 陈校友刚刚说 今年是AI教育元年 我想AI人工智慧 大家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的报道 都看到了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人工智慧在各个领域 都积极地在做各项的运用 我们希望让AI人工智慧 能够导入到教育 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上 更有效率 更快乐地学习 而且更聪明地学习 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库AI系统 能够带给学生老师 更好的学习以及教学品质 刚刚看到我们对学生来讲 不只是可以有英语 口语辨识 还有评量的功能 另外还有 学生如果碰到任何问题 只要透过这样子 像对话一样的方式 他都可以即刻地 一步一步教导 他不是马上给你答案 我刚看到 他题目是说 900要加减多少 会是23的倍数 他没有马上给你答案 他就说 那你要先了解 23的倍数有哪些 循序渐进的教学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就是 AI人工智慧它强大的地方 对于老师在教学上面 批改英文作文是很困难的 这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 AI辅助批改 来协助老师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准地协助孩子 在中英文作文上面的学习 总统这些我相信 对于台北市来讲 未来孩子们学习 以及甚至从小学 国中高中 甚至未来大学入社会 都会提高大家的竞争力 前一阵子我看到 NVIDIA 黄仁勋创办人 他再次来到台湾 他在鸿海科技日上 正式宣布 跟鸿海有合作 他们要打造一座 AI工厂 而且应用在未来 包括智慧电动车 以及他认为未来 可以应用在智慧城市场 使用AI人工智慧建构 有效预测模型 每堂课可募集最多 105个学生有效的 学习因子 并使用8种演算法 建立学习演算模型 顾AI系统提供3加2项AI功能 包含三项帮助学生学习的 AI学习小帮手 AI口说练习 AI学习加油站 以及两项有关教师教学的 AI辅助初题 以及AI辅助作文批阅等功能 引导学生运用解决学习问题 同时让教师教学更加快捷有效 不管是在学校学习 甚至是在家里自学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一个学习平台 因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不同的 一个学习的一个步骤 然后配合自己的程度 然后去搭配AI 他们所提供的一些题库 慢慢的有简入繁 可以慢慢的去达到 每一个学习目标 我相信他们的学习 就会比较扎实一点 我想我们一开始的 部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很熟悉 小朋友他每一个 学习的具体目标 然后根据那个具体目标 来做选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 去了解学生目前的一个学习状态 然后再提供一些 适当的一个教学补助 如果有些不懂的地方 可以用AI 他会告诉你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AI 问一些不同的问题 他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他也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他会带你去用你之前学过的东西 去深入了解这一题 因为我相信 现在小朋友3C的操作能力 都还蛮强的啦 所以呢 他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鲜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同时呢 老师就可以不用那么大费唇舌 一直在台上这样子讲解 透过这个 他们跟IC 这个3C媒体的互动 其实他们会学得更有乐趣 酷AI系统正式上线 全市师生都可以使用 为了让学校师生更熟悉 这套系统功能 教育局找来17所示范总子学校 透过示范学校的教学使用经验 带动全市师生都能将酷AI 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力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各式各样的滷肉饭一字排开 为的就是要吸引各地民众 来参加2023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记者会中参加活动的店家 都精心端出自家最强的滷肉饭特色 让人食指大动 我就是这个是羊肉的滷肉饭 目前还没有听说台湾其他地方有人在卖 就等于说只有我们基隆 只有我们基隆有 特别有羊肉滷肉饭 对对我们还有搭配羊肉羹汤 羊肉清汤 尤其羊肉清汤就是用现汤的 就像台南年出名的牛肉汤 那我们是羊肉汤 大概十碗的分量 加上盘子大概有二十几公斤 因为我们基隆是第一次 拌滷肉饭争霸赛 那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 让大家知道我们基隆的滷肉饭 是最好吃也是最香的 所以我不吃辛苦 再怎么玩 我要去准备这个玩出来 那相对的我对我的料理 也是非常有信心 希望大家能够在萧山路25号 来尝尝我介绍鸡肉饭里面的滷肉饭 除了这个之外 鸡乳饭 就是鸡肉加滷肉 是我们的招牌也是我们的特色 希望大家能够来尝尝看 因为我本来是做大便草跟油饭 那因为后来也有卖滷肉饭 所以说也有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是什么样的口味的滷肉饭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的滷肉 滷肉饭是比较偏瘦 就是瘦肉比较多 对对对 所以跟人家不太一样 参加活动的滷肉饭店家 卧虎藏龙 让人看见滷肉饭可以变化出不同的口味 店家也感谢市政府用心举办 这次鸡龙滷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让他们有机会展现自家的滷肉饭美食特色 也欢迎民众来鸡龙走走 品尝店家用心制作的美食小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鸡龙报导 外局鱼工趴在支撑架上 双手用环抱方式奋力将奖品包起来 连脚都不浪费 另一头外局鱼工和当地民众一起同乐 大家奋力往前冲 终于获得胜利 一起同乐 因为他们在这边也是蛮辛苦的 金融区域会举办渔民运动会 邀请了外局鱼工也来同欢 现场提供家乡菜 让外局鱼工解香愁 现场还有多项闯游戏 其中最特别的是人体夹娃娃机 用人体当作娃娃机的夹制 只要有本事 让奖品黏在身上 就能够通通带回家 台湾的娱乐 尤其是海洋 捕捞的部分 这几年来 其实都是仰赖我们外局鱼工 那其实台湾是一个充满了 人情温暖的社会 所以我们很多的船 或者是我们的人民 对我们的渔工都是非常的尊重 爱护他们 那所以我们透过渔会 每年办理相关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不只是说给他们物资而已 或者是付他们薪水而已 我们希望他们把台湾当成他们第二个家 充分的融入我们台湾所有的社会里面 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的设计里面 我们考量到的就是说 能够让他们看到他们家乡的食物 能够让他们熟悉家乡的事情 而且这几年来 我们不管在相关的设施方面 通讯方面 各方面的关怀部分 不断的在进步 所以我每次在跟外局鱼工沟通的时候 在跟他们对谈的时候 我都说台湾政府非常感谢他们 台湾人民非常谢谢他们 我们希望他们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 包括议长童子伟 渔野署署长张志胜 和立委参选人郑文婷 议员张浩瀚都亲自到场同乐 童子伟还与外籍鱼工 进行一场友谊赛 拆一拆篮子里 鱼货到底有多重 渔会第一次举办外籍鱼工的一个活动 过去都是寒冬送暖 我想今天可以让我们的外籍鱼工齐聚在一堂 大家一起玩游戏 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基隆的温暖 而且我想渔业是我们基隆发展的基石 那我们基隆也有两个一级渔港 那我非常谢谢我们渔业署张署长 还有我们行政院农委会的重视 让我们基隆渔会可以蓬勃发展 那我们基隆渔会在我们简建徽理事长 还有陈文青总干事的带领之下 我想这几年 大家看到八斗子渔港环境的改变 我想非常的重要 这除了是我们发展的基石以外 如果还有加上像现在整理的这么干净 有观光的功能 我想对我们渔港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照顾每一个阶层的工作者是我们的责任 那包括本级跟外级的工作人员 都是政府必须要照顾的一个层面 那尤其现在台湾的渔业发展 已经非常的不同 更需要引进更多的渔工 来协助我们的渔业工作 那我相信政府在这个部分 都会有更好更具体的一个政策 未来我们进入立法院也会努力的来 致力这方面的一个工作推展 在这几年大力的改善我们基隆市 渔工的一个环境 包含它的一个置物柜跟休息的一个空间 真正厕所和环境都有大大的改善 那最主要就是要感谢这些外籍渔工 长期对于台湾渔业 对于基隆渔业的一个付出 那我想接下来未来我们也会逐步的 再把这个环境来做提升 那希望把整体的渔业环境能够做得更好 那让我们的渔工能够觉得说 台湾是他们第二个家 以往每年我们都发放一些物资给外籍老公 今年我们比较特别跟基隆市政府 以耶稣还有警察局 还有各单位的协助之下 我们期盼一些气味活动 有人级大力士 来让这些远处重洋的外籍公 来台打拼的外籍公们 得到一些疏解 还有我做在场限制有家乡的美食 除了举办运动会凝聚渔工的情感 这种去一会也将港区环境整理相当干净 要让渔工们建立强烈的归属感 这边热水澡我们已经洗了将近十年了 这是他们 我们以为也是他们所有外籍移工在讲 发抖是最方便的 其实有的移工是晚上作业 所以白天进来的时候 他们洗个澡 暖和一下 比较好入眠 比较好睡觉 晚上也比较有精神一点 甚至这边的很多移工 他们久了以后 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祈祷式的问题 或是说放了很多物名的问题 仪式的问题 他们都会直接找 以为来解决 金融八斗子渔港 为北部最大外籍渔工聚集地 约属和金融区域会 长期致力于友善工作环境 邀请了外籍渔工参加运动会 希望让渔工在台湾安心工作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道 十处将建置科技执法的路口 包括中一路和孝寺路口 仁一路和爱六路口 仁一路和流明船路路口 深溪路和深澳坑路口 东市街和暖暖街口 光明路和自治街口 信一路和义二路口 麦金路和安乐路二段路口 安一路和西定路口 以及五岭街和基金一路路口 这十处路口都是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 取缔车子为离让行人的标准 就是车子要和行人之间至少有三根枕目的距离 预计会在我们基隆市十个路口 那当然这十个路口 是根据它的车祸发生数 还有民众的检举数据 杨料 那有这些科技执法 然后再跟警方 议警 三方去合作 这十个路口 基本上都是在讲行人 友善行人 就是车不离让行人的科技执法 翻计划说如果你车子到了那个路口 你要抵上行人 至少有三个枕目 因为他会判断 他也是用AI的那个技术来判断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措施 成效很好受到好评 因此中央核准将近三千万元 科技执法设备经费给基隆市政府 市政府也将在全市 十处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 建置摄影及侦测系统 市长谢国良表示 目前主要还是先针对行人友善措施 车辆违规的部分进行取缔 让行人友善措施再升级 未来再针对行人违规的部分 加强教育和取缔 车辆需要离让行人这个部分 我们非常重视 另外我们最近也针对了晚上 有噪音影响到居民的安宁的时候 我们也在加强执法 但是我们的科技执法在基隆 有一些设备会越来越提升 科技执法是比较适合在重要大型的路口 所以我们在十个路口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建立 那当然我们希望驾驶朋友们 慢慢内化成他们的一个驾驶文化 要做更多的礼让 另外我们也有移交弟兄们 在比较多一些中型或小型的路口 也在协助执法维护民众的安全 我们是认为现在你普遍以感受面来说 你可以了解到基隆现在已经是全国 行人最会被离让的一个城市路口之一了 但是你从交通事故的情况来看 那我们会觉得说 有这个数字减少 但是还不是那么显著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我们会跟 到案会以及警察局交通处 再继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 那其实有很多是因为行人自己违规 所以导致了事故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 会加强教育 以及甚至取缔的一个对象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建制完成 开始实施呢 警察局方面预估 大约明年中旬就可以全部建制完成 根本会过了我们就开始华包建制 大概有大概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因为基隆这边有多余余余漆 我们从现在开始进入余季 可能这个工程会有一点延当 不过我们会针对这四个路口 也是编排适当的景历跟移交来制化 记者吴俊.,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六大工商团体 年度团聚联谊的场合 包括市政府副市长邱佩玲 经济商业团体主管局处首长 与基隆的重要工商业意见领袖齐居一堂 互相沟通 共同思考 如何让基隆的经济更好 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环境 商业会 渔会 农会 体育会 工业会 还有我们基隆市总工会 甚至属于基隆市的六大工商团体 至于我绝对会创造我们基隆的 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起飞 因为他们本是商业会 工业会 渔会 农会 他们一定需要人才 但是我们基隆市总工会 刚好在这一期会会栽培人才 拿到证照 回到职场去 当然他们老板有了工人的协助 他们的公司的盈利是 状况一定会涂回猛进的 将来会带动我们基隆市的整个 就是经济的效益跟收入 这个基隆市六大工商团体 联谊会的创会召集人 是商业会与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郑理事长表示 这是全国首届的一种联谊会 显示基隆人的在地团结传统 希望说这办事 全国唯一有这个团结 因为这些占基隆 最多占一半 所有做生意的都是商总管 不管说轮船 国际轮船的时候 还有包括殡葬业 旅馆 都是商业总会底下的恩会 工业会是我们基隆 道轮工业区还有我们的 六堆工业区 很多说大的工厂都是工业会 然后总工业底下有100多个会员 包括农会 仪会 体育会 底下有60个单项七个七 所以基隆市的大团体 差不多这边占了一半 所以这个可以占了一半 我想今天是个蛮重要的日子 我们基隆市的六大工商团体 这样一个聚会 那今天做动的是我们基隆市总工会的理事长 那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工商团体吃饭 大概就是一些企业家老板吃饭而已 但我觉得基隆最特别的地方是 他有把我们工会的龙头 也特别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代表了在台湾 企业界跟工会 对的一些我们让基隆市民更好的目标 是大家团结在一起的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包括农会 余会都有参与 所以我认为在其他的县市也许可以仿造 像基隆有这样的一个六大工商团体的吃饭 餐序 那我觉得重点不是在吃饭 其实是在交换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包括市政府包括市印 我们长期都来参与相关的活动 就是希望借着这样的沟通联谊的过程当中 让更多好的公共政策 工部门做的不好的部分 也能够倾向他们的意见 让大家能够彼此改进 让基隆更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江定发理事长 来承办我们这个六大工商团体的一个联谊餐会 那今天有总工会代表 我想各个大的团体都在这边 那我们也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交流 大家一起来讨论 面对我们未来基隆港转型 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如何来面对跟因应 那也各方面也缺工的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 也全力来支持 那我们未来的产业转型 也希望大家共同的投入参与 让我们基隆 在未来的蓝色经济等等的发展上面 都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表现 那过去也让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劳资关系能够彼此对话 彼此沟通 所以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荣下 那未来呢 在劳资两方 他们有任何的这个产业的问题也好 或者是工会的一些权益的一个促进等等 我们都会努力的在从中来帮他们来进行协调 让双方能够在共荣共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一起进展他们的一个工作 身为基隆子弟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也特别赶到现场 来与基隆相亲寒暄互动 同时也为中央跟地方增加更多的沟通联系管道 让基隆的发展越来越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充电车缓缓倒车 停在充电站取下充电枪 用手机操作就能够立即充电 我只要把枪拔起来 然后把枪插上去 抢占电动车充电市场 业者插旗基隆 在中山二路新建一座高速充电站 有别其他充电站 一旁紧邻京港西岸 经常有邮轮停靠 高速充电站提供充电服务 同时能够欣赏基隆港景色 充电在过程当中 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的行为 下车附近走走 像对面有个便利商店 后面有个港区 其实对于旅游来讲 或是对于风景欣赏来讲 这个地点还想要有一个交通便利 它在西洋高架桥下来 就可以直接来充电 政府跟港务公司 事实上都把整个港口边的周边 其实都设置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作为一个新进来 加入这个社区的一个业者 我们当然当周边的颜值都很高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我们把这个场地 我们希望设置的开阔 然后设置的舒服 然后也把这个场地的周边 其实都弄了非常多的 美化上面的一些设施 我们希望能够不仅只是 在充电需求上面满足 让大家在这边充电的时候很舒服 那在等待充电的20分钟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港口边稍微散散步 我相信都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业者投资2500万新建高速充电站 外形乍看之下像是加油站 设置360KW超高速充电功率 提供CCS1和CCS2两种规格 让国内所有充电车品牌都可以充电 充电时间10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 我们希望充电站都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 那它充电速度越快 我停留时间可能只是10分钟到15分钟 基本上就可以维持我下一个旅行 下一个旅程的需要 甚至是家庭需求 我想高速充电这个部分 对电动车车主来讲有它的必要性 以前特斯拉的规格 特斯拉它必须要找特斯拉的超充站 但特斯拉在2021年的Q3以后 进了特斯拉的CCS2欧盟的规格 那欧盟的规格在第三方的充电站 就可以来实施充电了 所以现在特斯拉也可以到第三方的充电站来充电 地点上会更补给更多 选在金融港C23码头旁设置高速充电站 临近高速公路和连结新北万里 对于节能减碳政府发展能源政策 市府推动电动运具有双重效益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